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竞速溜冰的比赛项目 这速度有多快呢 在赛道上面选手可以飙到70公里左右的时速 200公尺一圈的赛道 选手两个人一组一圈接一圈的从事 直线加速过弯也不减速 总华队目前的训练每天至少就要滑上 一万公尺 中华队有六个人参赛 现在着重体能和专项训练 中华队锁定三百五百公尺等短距离为躲坏终点 21岁的洛威林 07年更在世锦赛摘金 他的实力连已经将尽速溜冰职业化的韩国 都向跨海来挖角 我第一次当国手 也就是在我国二的时候 就是大概高二高三大选那边 才开始在国外能够稍微有一些比较好的成绩 能够大概进入前五名 竞速溜冰队承担了夺牌的压力 除了世运2010年的广州亚运 这个项目也将产生六面金牌 也已经申请为2016年奥运的正式项目 台湾可以尽全力来发展 记者林青梦自聪 高雄报道